一开始我们也就是听听而已 觉得这个跑马拉松42公里跟我们很遥远 我根本没想到我去 我根本就没觉得我能跑下了42公里 我觉得那是大神们干的事不是我干的事 跑步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 下脚的时候你的整个身体要成一支线 这样的话你会减少你的阻力 怎么想起来跑的呢 接受了马拉松 思想很封闭 他要开口跟我学跑步的时候 他其实也挣扎了很久 当然我知道他的想法是认为说 他今天眼睛看不大能跑吗 小玉她说她想跑 所以我说可以 跑 不过卡了 320 哎呀 比原来差多了 我以前这个速度 十趟没有问题不会这么巧 这个就是你的邀请坛 上面有你的名字 哦 你看你是3小时22分06秒 凡是跑马拉松的人 都知道波斯人马拉松 是最高规格的马拉松 也可以说是跑者的最高梦想 能参加一次波斯人马拉松 是跑者的一个信誓 160表有两个 你的编号里面都是错 两个号码是对不上来的 一个P2是一个P34 他两张的那个160表的话 两个号码是不对的 所以他说不能让他进去去面签 那怎么一个号码是对的呀 我就这么想好的 全部一步 逼换好的 好了 一个巨牵一下就可以 啪呀 这个从天上打到地下去 人家说 人生就像马拉松 这一点都没有错 我觉得确确是这样 马拉松就讲究到做事情 一定要有这种平和的心态 要有坚持不懈的这种 精神遇到困难 遇到波折 遇到种种的意外的状况 都要冷静面对 坚持过去 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我会在第一天就闭上眼 然后什么也看 人都要需要 希望人家多跟一点尊重 尤其是像他们这种四张人员 他最开心的就是跟正常人一样 其实这句话含义很深 他的意义都会来自于更多人的尊重 更多人的认可 其实他很开心 他很骄傲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